世界无车日World Car Free Day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旨在提倡减少对汽车的依赖 鼓励人们尝试其他交通方式 并推广可持续城市交通 这个节日每年的9月22日庆祝 并得到世界各地城市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世界无车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 当时法国巴黎举办了首次无车日活动 并鼓励人们暂停使用汽车 改用其他交通方式 如步行、骑自行车、搭乘公共交通等 这个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鼓舞了其他城市效仿 并将9月22日定为世界无车日 世界无车日的目标是改变人们对交通方式的看法 减少对汽车的依赖 并推动可持续的城市交通模式 汽车使用对环境和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 包括空气污染 交通拥堵 造音污染和碳排放等 透过世界无车日的宣传和活动 人们可以意识到这些问题 并取行动来改变他们的行为 在世界无车日 城市通常会组织各种活动和倡议 鼓励人们减少或完全避免使用汽车 这可能包括关闭是中型的车辆通行 举办骑自行车活动 与当地社区合作组织步行游行 举办可持续交通讲座和展览等 这些活动旨在提供一个机会 让人们体验其他交通方式的便利性和好处 并促进公众对可持续城市交通的认识和支持 世界无车日的重要性在于呼吁人们 反思和改变日常的交通习惯 汽车不仅对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还对城市带来了许多问题 如交通拥堵 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等 透过世界无车日的宣传和活动 我们可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环境 并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 此外 世界无车日还有助于推动政策和城市规划的改变 这个节日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政府和城市决策者意识到交通问题的严重性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如发展公共交通系统 改善自行车设施和鼓励不行等 同时 世界无车日还促进了交通和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和创新 以提供更可持续和人性化的交通解决方案 在全球范围内 世界无车日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活动 受到城市居民和环保组织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许多城市利用这一天推出具有吸引力的交通倡议 鼓励居民放弃汽车 选择绿色 健康和可持续的交通方式 例如 一些城市可能提供免费的公共交通服务 鼓励人们尝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此外 一些城市还可能组织自行车马拉松 步行活动和绿色市集等 以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并体验更环保和健康的交通方式 世界无车日也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人们思考和讨论城市交通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这个节日促进了公众对交通政策和城市规划的参与 鼓励人们提出意见和建议 以改善城市的交通状况 透过公众参与 城市可以更好的满足居民的需求 提供更方便 安全和环保的交通系统 总结而言 世界无车日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旨在推广减少对汽车的依赖 鼓励可持续城市交通方式的使用 这个节日提醒人们 汽车使用对环境和城市带来的问题 并呼吁人们改变交通习惯 选择更环保 健康和可持续的交通方式 通过世界无车日的宣传和活动 我们可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改善交通条件 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让我们在每年的9月22日一起庆祝世界无车日 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城市交通的目标 有点免赞不赖 那你们促借比较 Do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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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